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个同事之间的人际互动也都熟悉的话呢 我们是会想要安稳的坐下来的 但是今年比较需要去留意的 有时候我们讲大环境的变化 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是很有心 想要在这边长期的耕耘下去 可是呢 可能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不管是公司部门之间的一些异动啊 或者是一些业务的调整 今年是有可能出现的 所以我们这边提醒初女座的朋友 在年初的时候先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不是说要过度的担忧 但是我们讲说要有准备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哈 今年如果行有余力的话 可以花那么一点点的时间 播出一点点的预算 我觉得一样的 先从自己的这种 职业相关的一些 我们讲说 进修可以开始做起 好就说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好我可能 每天下班之后呢 就去找一个有兴趣的真的我们很老派的讲外文好了 好有兴趣的哪个领域的这个这个语言外文 我们一方面当做兴趣来学习 也可以增加自己的职场竞争力 万一突然之间 哎公司的这种组织异动 哎或许我们这个学习到的外文能力就能够派上用场了 好诸如此类的 也就是说今年呢做一些适度的进修的话呢 对于我们在工作事业领域 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动的话呢 哎其实是可以派上用场的哟 好再来就是哈 如果有想要创业的计划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先评估一下 自己做了多少的准备 好然后以及说 有时候创业并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 我可能准备好钱了 我有一些相关的兴趣 一些经验 我们就直接开始做了 可能先去跟一些 不管是同业 或者是这种 已经有创业经验的朋友聊一聊 你知道因为有很多的干苦谈 不见得是台面上我们看得到的 先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 再来决定要不要跨出这一步的话 这样子我们跨出的步伐 会走得更稳健的 好就是提醒处女座的朋友了 那么在感情世界的经营 今年如果想要脱单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 就是可以透露给自己工作场合的朋友 同事这样子知道 请他们帮忙介绍的话 是还蛮有机会 去认识一些新的对象的 以及就是呢 我们讲说 这个再不然 就算没有真的成为一个可以交往的对象 好歹认识一些不同领域的朋友的话 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 那么已经感情稳定的处女座 休闲的时候一起去做一些同样的事情 其实当然很不错 但是适度的给予彼此一些空间 有时候反而会拉开一点点的距离 然后两个人相聚的时候呢 反而会有一种更亲密的感觉 好所以不要24小时都紧盯着对方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去放松 以及去调整一下的 好那么在投资理财方面 提醒处女座的朋友 今年度呢 其实蛮适合做一些海外的一些投资 什么意思 我觉得有几种情况 第一个 可能我们投资的标的 或是你选择买卖操作的一个领域 就是在国外 好那当然找到一些比较 就是汇率啦 或者是一些我们讲说 可能相关领域 这个你觉得比较可以适合自己个性的 这个操作者 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操作媒介也很重要 再来就是 或许我们投资的一些选择 它的一个后续的一些营运 是跟海外跟国外有关的话 总之这种比较远的地方 带有一些异国风情 异国色彩的一些标的物的话 是处女座的朋友 今年能够赚到钱的一个关键 好可以去想想看 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一个操作 最后呢健康方面的提醒 好提醒处女座的朋友 就是今年的睡眠品质 需要去调整 好那我觉得 包括睡觉的时候的一个环境 一个氛围 甚至是呢睡眠的一些 这种我们讲说 请聚的这个选择 好让自己有一个 可以很放松的一个环境 对我们的睡眠品质 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睡眠品质这个提升之后呢 我们自己的健康 才会整体的提升的 以上就是处女座的朋友 在2024年的星座运势 提供给大家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